一年时间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 我就发现我的村库这次来发生了改变 有游传道的游牧师 我们教会定人准备就问我 你传道和牧师有种区别 是不是工资会长呢 还是你的服饰的内容会改变呢 回国城是没有改变的 最近我休了一个长假到中国去 三周前才回来 然后在中国又看到很多的朋友 也看到不少的风景 也看到中国的家庭教会 原来我在中国的家庭教会聚会了 但是看到很多以前同在的时候的地球准备的面 其实我们非常兴奋 每次回去其实最兴奋的是看到 当然家人是这样的 家人是在一起很好说话的 因为你回去你要看你的家人 作为父母长辈 其实大家我在我家 父母家住了三周 在乡下三个礼拜 每天吃饭 然后聊天 跟邻居都聊了很多天 但是父母发现很少说话 就算他们很满足地看到我们 看到小孩子在他们身边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能够在一起 非常幸福的 然后定义是没什么不一样的 难得见一场面有很多的话要讲 约着一块出去玩 也是在一起 也是两天 我想能够见到 再次见到我们在第二天的姊妹 我的心情是一样的 我想大家可能夏天来来去去 有出去玩的再回来 其实很难得 我大概有二十 不到二十年 有十几年 零六年从中国出来 有神学院 然后过来在教会 勿会 那有十二年的时间 十二年的时间里面 教会有很多的改变 但是我发现还是有一些 熟悉的面孔 在一起的时候 提到最多的是在一起 提到原来我们在一起不是的 原来其中一个姊妹叫到我说 原来我们教会结束之后 中午都是吃饭的 在教会做饭时 我们租的房子里面做饭时 当时我是负责管火石的 因为我原来做会计 然后很多的收钱买菜 都从我这里过 然后负责安排指日表 然后那个姊妹就见到我 她为新的人 因为我去了 现在我去教会 因为半两年都不认识的 教会要增长就有新的人出现 然后她介绍是这样的 就是这是我的前辈 原来她把钥匙给我了 现在我还是管这个 我就回去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有同样的感觉 所以我想就是我们在一起教会 在教会 其实看起来很平常 当你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非常宝贵 别你的同学 别你的家人来宝贵 有时候 所以今天 不但今天 我们包括今天有三次 接下来三次我到 在我们教会来去讲道 那我准备讲约拿书 约拿书总共有四章 我们都讲完 约拿书最近我在中国 在思想 我未来讲道上有什么方向 我的人生有什么方向呢 我就想着约拿 约拿个人的经历 约拿他个人 即是代表他整个民族 他做以色列人的那个经历 那讲到人的时候 我想到《别花人生》 那本书 华里科牧师所写的 我们教会是两年前 一直在学习 小组也在学习 其中他这个作者 华里科牧师 他从大建立 大建立是传福音对不对 大建立不是爱神爱人 大使命是把福音传给万民 从两个大建立和大使命出发 总结人生有五大目的 然后那本书也按这个框架来了 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敬拜 是敬拜上帝的 我这没有打出来啊 今天我题目是逃避追求 逃避追求 那接下来我们 从越南身上来看 他说人生有五大目的 第一个是敬拜上帝 敬拜神 第二个是服侍他人 因为从建立出发嘛 你要爱神 当然你要敬拜神 你要爱人 就要服侍他人 还有除了这两个 还有团契生活 人离不开一个群体的 离不开 有团契生活 再一个门徒的造就 成为门徒训练 那最后一个 其实非常重要的 所有这些 最后你要是履行使命的 不论我们在家会学习了多少 你祷告了多少 你灵命成长了多少 是不是履行使命 这本书 其实很重要的一篇 是关于讲的使命 说到使命呢 其实旧约神经当中 记载两位先知 我们不能忽略 一个先知是非常有名的 以赛亚书的时候 当神护刀探 以赛类人传讲 回赶警醒的信息的时候 他的那句话非常有名 说我在这里 请猜拳我 很多布道会啊 什么奋信会啊 拆传会 就用这句话 我在这里 请猜拳我 其实激励了后代的 很多的信徒 前顾后续追寻 这句话 神的护刀 传言福音 那宣教师来分享的时候 往往也会分享 以赛亚的这个 独特的经历 我们当时 有唱诗歌的时候 战略小组会 一般会选这首诗歌 叫黑南宁 我们也唱过 我在这里 其实超过 我 我在这里 做回音 但另外一个先知 可能大家都不会看 常常提到 就今天我们来讲越南 越南也没有名 他出名的原因 其实和以赛亚 是不同的 他不是说我在这里 他不是我在这里 而是我要逃避 所以今天我们提供的 逃避 逃避追求 当你看到这两个方式 反义词的时候 其实不是反义词 这是互相作用的 你要逃避一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再追求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到教会来 你逃避 你逃避的嘛 你逃避服饰是吧 其实你也在追求 另外一个事情 包括休假这种简单的事情来说 还要我来逃避我的服饰的羊群 我要有安息的时间 所以你也在追求另外一个 其实你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 都有两个作用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 越南书的第一章 遇到十六节 来看看 这个越南书 他这段事情 来记述的 怎么来解释 使命 你追求 我们要追求 是神给我们每个有使命 使命是什么 这样的主题 那越南书 总共有十六节 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吧 中文十六节也不太长 因华的话 林道家 太太太 而是越南书 说 你起来 往一地里回答出去 向其中的军事 你不复杂 因为他们的歌 达到无缘前 越南书起来 逃往他持续 从后越南书 下到越南书 遇见一只船 要往他持续 他就给了船架 上了船 要与船上的人 同往他持续 新国并叶洛华 然而叶洛华 是在海中其大洞 还有荒洞大作 甚至船极不破坏 随手变费他 各人爱受自己的神 他们将船上的货物 逃在海中 为了使他们清晰 也让他一下子 躺过沉睡 船主到他妈里 给他说 你在这些人前 哪 没有这样 起来 求报你的神 或者神 不灭我们 使我们不知不得 传出的人 彼此说 来吧 我们之间 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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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 因此 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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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我们当向你怎样行 使海浪平静了 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焚疼 他给他们说 你们将我抬起来 抛在海中 海旧平静了 我知道你们找着打抗 是因果的缘故 然而他这人急于当江 要把船套办 确实能 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焚疼 他们也读到耶和华说 耶和华 我们的兄弟 不要因这人的心灵 是我们所谎 不要使福祉无学 所以不认为我们 因为耶和华是谁 是神的义气之神 他们随着约旦海浪 抛在海中 海的老黄脑就平息了 那些人也怕经历耶和华 向耶和华献起 应该是谁 好 我们读了一遍 我想大家很熟悉啊 特别有小孩子上主持学的话 一定离不开学约拿书这件书的 那我们刚刚讲的使命啊 那使命其实核心是什么呢 它离不开具体的指令的信息啊 那我们今天看到约拿 神给约拿的信息是什么 约拿 约拿的信息是 要传福音是吧 我们用现在话要传福音给 尼尼威大使命人 就讲一句话其实 非常简单一句话 约拿什么 他讲的罪大 罪恶极大 那先知约拿反应就已经明白了 知道怎么回事了 约拿就是 他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他本来叫尼尼威去 然后跑到他师的地方 他是大概像现在西班牙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约拿 他的行程啊 尼尼威是在右边 然后约帕阿那个地方 到他师去 地中海的另外一个地方 其实很远的 那有多远呢 约拿的地利利未成 大概要几百公里 大概四五百公里 然后呢 他到他师有多远呢 是他的有五倍 五倍的距离 据说有两千多公里 两千四 两千五的距离 这个图你可以看到 他的决心非常大 决心非常大 因为现在我们如果开车的话 你走两千多里面 有不简单的一个决心 很难 很不容易的 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原来 圣经记载这个 约拿是这个先知啊 他是唯一一个 只有他这个先知 记载他是逃避 神命令 给他诫命 让他遵守这个先知啊 我在原来的教会 有一个非常熟悉的 一个弟兄 曾经非常感叹地说 都说 我非常羡慕圣公的人 我 比如雅各汉 他因为具体地 听到神的呼召 神让他出去嘛 他听见了 他就出去了 跟着去做 如果现在神呢 也这样跟我说 事情就变得很简单 说什么就说什么 因为我们信主不久 我们这纠结了是什么 你知道吗 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 我怎么知道神的心意 年轻人 原来我们教会 有很多大学生 这纠结了就是说 我要 我的那个 我的配偶 我怎么 我的对象 我怎么知道 这个女儿 是神给我预备的 特别是刚信主的大学生 这纠结了就是这个 这里你可以看到 事实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神跟你说了 你觉得很容易 跟你说了 其实也不代表很容易的 我们看到这里 神清楚像是约拿 发出指令 他传讲的信息 也说得很明白 要到哪里 说得很具体 但他应该去的地方 和他自己要去的地方 是背道而驰的 刚才我们看到 他的地方相差两千多公里 你知道他逃避的决心 非常大 我们为什么约拿 正的反应呢 为什么有正的反应呢 我们要了解他的反应 了解他的背景 很重要的 他不是先知吗 他是一位先知 因为他精神的坏啊 因为当时 尼泰威这个城市 是当时代表了 亚述帝国 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后来成为他一个独城 但是后来被毁掉的 另外一回事 但当时是比较大的城市 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 对以色列造成最大威胁的 其实就是亚述帝国 这个城市 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代表 就是一个城市 但后来 以色列被弩 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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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裂之后 被弩 彻底征服 就是当时的 亚述帝国 来征服了以色列 被毁 以色列 所以说 尼泰威城 是他们的敌人 应该是以色列的敌人 对江湾 当时还没有发生 后来 后来发生了 所以在情感上来说 约拿 可以理解约拿 不愿意到尼泰威城的原理 另一方面是 敌人外邦的地方 我不愿意去 再一个 这个城市最大恶极的 它应该最有应格 它犯了罪 我可必去 想负义 不是吗 我不用去啊 你又按了 按了罪有应格的方式 毁灭它吧 我不用去 我去了 因为约拿 也值得神的性情 到第四章的时候 都说 你有什么 有恩慈 有慈悦 有怜悯 我知道你这个 神是什么样的神 可能我去了之后 确实你不会 你不会灭人的城市 后来约拿的反应 你可以看到 他这样的逃避 是有道理的 是有道理的 非在知识上 在他的头脑里面 约拿明白神的性情是怎么样 他有怜悯 恩典 但是 在他的 在他的 在他的选择上 在他的结论上 我们常常说 一个人做 你可以有知识 但是你做出的结论 可能和你的那个 我这个 我这里还用另外一个头 这是具体的更看得广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 我们继续来看那个经文 所以约拿收到神 他把神清除了信心的指令 从神学上 他对神有完美正直的认识 是不是 他后面就说 在第四章 在第四章的时候 一到三节 所以约拿就说 我在本国的时候 就是这样说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 有丰重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所以他知道神的性情 他把握神的性情非常清楚 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 应用上呢 一个错误的结论 就是我们无计做了 神既然有怜悯 那我们就无计做了 这是和他的头脑知识 和他的行为 是有偏差的 是有偏差的 刚才我们讲到 一个使命里面有信息 第一个就可以看到 神先给约拿信息 他的Message 给他一个指令 让他去执行 约拿知道那个指令 又有什么 也知道神 可能会怎么做 神的信心 他的心态 或者神 他的旨意是怎么样的 其实他 但是他没有做到 他知道神有 连理有慈爱 不轻易发怒 是一个 立约 立约是实爱的上帝 但 他把神这样的性情 仅仅是应用在 以色列本国的范围内 我的民族范围内 神是限制在我的民族范围内 所以他不惜违背神的命令 而逃避了 即使后来他被动给传奖 但后来他确实又去了 去了林立卫城 他也传奖了 但是传奖之后 林立卫城的人都悔改了 非常奇妙的悔改了 但约拿的表现却不是高兴的样子 如果说葡萄会 一个期待是人让人悔改的话 约拿就是 就说了一句话 全世界人的悔改 非常成功的一个葡萄运行 结果他的心态是怎么样呢 非常生气 非常生气 别人出出了 不无情的一面 我们可以看到 一方面 约拿可能在先知这个角色 或者传讲神话语的角色 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就说他是个好的传道人 对吗 他讲 也很成功啊 谁也会使用他啊 但另外一方面 他没有办法与他的慧众 有任何牵连 如果用教会来比喻方来说 他因为牧养的慧众 不单纯包括什么 他以色列人 神是全世界宇宙的主 他也包括你匿位 匿位那是什么事的 但他不愿意和那些人 那群人任何牵连 他的概念当中 亚述人就是这样的人 就应该这样的 我不要管他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让我们稍微停顿一下 我们思考 我们讲的信息的话 我们自己来想一想 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要带出什么信息 Message 我们要带出什么 什么是我们从神领受的 很约拿从神领受一个信息 很多人领受五种的信息 那我们 常常从神得到的 他要我们做的事情 给我们一些指令是什么呢 对话人生这本书 有一章 是这样写 神是赐给你一个人生信息的 这个信息 你要与人分享 当你成为信徒的时候 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同时也成为神的使者 谁要透过你向世界说话 就像保罗说 我的神面前得以 得以使者的身份传扬真理 你可以觉得 我们可以觉得 没什么可以与人分享的 但是我们知道 每个人其实 不论你说口才怎么样 你的经历有长短 但你一定会有分享的内容 我们可能有些人 有风筹的人生经验 可能神要以我们的经历 领其他人归足 这个我打出来了 刚刚读到 我真的不看了 这本人归足 这本人归足怎么说呢 他说 你怎么来分享你的生命信息呢 第一 你的见证 他讲你的见证 你的见证是什么 就是你具体的说 你与耶稣建立关系的经过 你怎么与主建立关系 你怎么认识祂的 这是一方面的 第二呢 是你的人生教训 神教导你的一些重要人 是呼呼呼呼呼 是什么 这些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 还有 第三 你的属云感召 你的呼召 神塑造你 神经最热切关心的事情是什么 我有什么热情让我们关注呢 今天在路上 我们路上还在教训我的儿子呢 就说 我想在长大了 他想做很多事情 想做最好的飞机 想改进最好的汽车 想盖最高的高楼 那我就讲你的根基 现在你写东西 起码你要写出来 你写不出来 像一个高楼 你一样盖200层 是像最高层 你没有根基 你怎么上去啊 你觉得上面装饰得很好 这些都是空想 所以我就告诉他 我说 你想好好学习 你要挣钱 你觉得现在这个世界 你看你感觉到 这个世界有什么 让你可以改变的地方吗 改善得更好吗 这世界不完美 这是堕落的世界 你觉得你长大了 用你的热情 用你的有passion的地方 你哪一方面 只要改变一个地方 你这一生就足够你 足够你努力去做的 你可以想一点吗 让我来想 小孩喜欢打游戏 想这怎么如何 让人家越方便地打游戏 所以你可以看 这个阶段 它的passion是打游戏可能 但是我们每个人人生 你需要找一个 你的树林感召 就是神不知道你 会给你恩赐 然后使用这样的恩赐 也给你热情 让你成就某一件事情 肯定是在这个城市 肯定是在这个教会当中 你要改变 或者在这个社区当中 你能改变什么 我们常常我们可以说很多对吗 可以说很多 可以 但是你的头脑的知识 理论很多 但是我们实际做出来 是不是和你知道的 是像协调的呢 你知道一个著名的演讲 就是泰文是吧 我们大家可能会不会看过 从千三万人参加 当然网上聆听的是更多的 每次呢 他特别是选择的五十位奖 五十个奖的 都是在不同的领域 有大的很高大上的一些主题 也有很小的一些主题 但是都非常出名的 非常出名的 然后选出五十人呢 每个人都有十八分钟的时间最多 在台上来讲一个信息 一个信息 但他们宣讲了什么呢 不是属于 不限于产品和技术 一般他的演讲 非常宝贵的时间 他不会介绍他的产品 也不会介绍技术 真正吸引观众的是什么呢 是他们表现的热情 他们在台上表现的热情 那演讲的口才都没有说了 我又有时候看了 我觉得他有什么技术 不是 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的热情 他不需要什么很多 powerpoint 不需要很多表演 你可以看出 一个人 他的信息 他的生命的热情 是融合在一起的 在台上 成千上万的观众 在台下目转睛 坐了十八分钟 听下来 然后鼓掌 他这种吸引人的 一个热情 就是好的点 的idea 他的广告 就是idea worth spreading 你有什么信息吗 是值得去分享的 这是他的出发点 一个跟世俗的一个组织 他可以做得非常成功 一点点 他值得去分享 如果我们认为 我们的福音 确实是福音 全人类的福音 让人得救的 就是盼望的 解决现实和将来的问题的 为什么 我们知道的 是不是我们行动上 能够稍微配合 你所知道的 所以基督的门徒 缺乏的都是旧文的信息 我们第一次接触福音的时候 大致上 核心才能听到 后来的学习 讲道当中 我们也流受了 我们缺乏了 这分享的热情 我们在教会听到 我们读圣经 目的绝对不是 变得更专业的精通 是吗 当然熟悉是很重要的 但目的不是专业 也不是精通 而是什么 需要培养感性上 我们知识上就有了 感性上更加充满激情 也敏感 其他人 周围的人 其他人处境是怎样的 有需要的人 他们是怎样的 我们知道使命是需要死者 还是是正常的 没有死者杂志 需要死者 那圣经人说 我们是福音的死者 保罗说是带索箭的死者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约拿在船上的经历 具体是什么 具体是什么 他逃走不远 他跟上船不久 他买了船票 遇过了行程 预定了行程 然后突然写了暴风 这点我们刚刚读到 然而 奥华斯海中起大风 还有狂风大作 甚至船几乎破坏 随手惧怕 各人哀愁自己的神 把货物都抛下来 为了减轻船 船的重量 但约拿呢 下到船船底下沉睡 接下来是风暴 风暴 风暴露天是什么 单单是为了阻止约拿 让我们知道 住在约拿逃跑吗 这个风暴 当风暴来临的时候 随手们的行为 和约拿的行动 对比非常先隆的 随手们非常慌张 个人祷告自己的神 然后千万百计的 挽救这个船不沉没 那约拿无所谓 约拿死了 他可能才愿意洗的 是什么 我就不要去 一定会成为行为 所以随手们的劫力保命 个人哀求性的神 也要求约拿也照样行动起来 但约拿呢 却任其自然 下到船船底下 独自沉睡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随手们是什么呢 他要自谦 自谦了 是无奈的一个举动 目的要找出风暴 是因为谁的缘故 第八节极切的用问 第八节 众人对约拿说 请你告诉我们 这沾临到我们是 谁的缘故 然后接下来一连转的问题 一口气不停了 你以何事为业 你从哪里来 你是哪一国 属于哪一族的人 目的是什么 他是背景调查 对不对 就身份背景调查 你是谁 然后接下来 越南的回答也很正常 我是西伯来人 我就一个华 那创造 川海 和你是天上神 所以他回到这身份了 西伯来人 西伯来人 所以这些你看到没有 所有这些都是 接下来越南的使者身份 往往一个民族 在古代建筑的时候 一个民族 他宣告他什么民族的 和他的神 就联系在一起了 而越南说 我们在西伯来人的时候 其实也预示的 他说信的神是一路发生 无论随手是 整那样的呼求 还是越南的自我身份宣告 我们看见 身份和信仰 是吗 是紧密联系的 当那些随手们 外邦的随手们 各自寻求神的时候 知道他的神 是和他的民族 身份联系在一起的 越南西伯来人 和敬拜 和神 创造天海 天地的神 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身份和信仰 应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就像随手们的身份 是在风暴当中暴露出来的 越南作为先知的身份 也同时在这样的场合下 表现出来的 其实我们多数人 在生活中各样的 张力 什么增长当中 也可以确认自己真正是谁 当我们很平静的时候 跟老婆不是先知 神的先知吗 在风暴当中显示 你是不是神 所采拜的先知呢 身份的谁 当我们在平静和安稳的时候 作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可能差不多 人家去旅行 我们也可以去旅行 结婚生子都可以成家立业 养育儿女 基本上 原则上 可不得大家做的 行动上差不多 但真正不同的在哪里呢 是在风暴当中 咱们身患重症的时候 咱们家庭觉得真理 真是生不下去的时候 咱们觉得生活已经 觉得好像走不太方式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才想到 彰显 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和事实上 不信神的那些人 有什么不同的 这个时候彰显出来 我们虽然不像那些水手 直接称呼具体神的名字 但我们也常常 现在尽力寻求 自己认为最有效的 最有效的 最有终极的一个方式和源头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不信主的也是这样的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 曾经教导 跟随祂的人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是世上的盐 成造的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所以越南可能上船的时候 没告诉他 我就是可能做一个普通的旅客 我要做一个长驾 我要到那边去 做一个游戈 当时跟个货船 cruise 去了 别人不知道 他有钱 他买了船票 就做了 结果在那封报当中 才知道 原来他是这样的 他的身份是这样的 是希伯来人 是神的使者 所以我们作为福音的使者 是否隐藏过自己的身份 是否隐藏过自己的身份 可能我不是故意的 大部分是被捕 像越南 那封报的那天 我就躺在床 床底下 他还不管这些人的使货 所以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作为一个使者 给我们 哪些提醒 原来 有一座 到远方的货轮上 可以和他那些 证悟的那群人 那群 另一位人 或者那群雅述人 没有什么瓜葛 越跑越远越好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神让他 另外一批 那些人是什么呢 这里讲的有水手 我想除了水手 我们应该还有其他人 这里没有讲的 出处的是水手 所以神看到的逃避 一个对象 其实他逃避了另外一个对象 就船上那些水手 是另外一扶一对象 他和那些扶一对象 困在同一条船上 事实上 不论我们是皇帝宣教 还是前面的本地去生活 我们都是在人群当中生活的 和人发生关系的 我们都在人 和人群发生关系 在这种关系当中 我们才知道需要忍耐啊 才知道需要忍耐 才知道互相去劝勉 安慰 像今天唱的歌 我们都是天无可 同物人啊 都是同物人 同种地上的道路 不要说天无前 同种地上 现实这个地方的道路 就在这样的关系当中 特别是紧张的关系当中 一个忠心的使者 是不可以 也不可能隐藏自己的身份的 也不需要 也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 而是要竭力保守 和显明自己的生命信息 神托付给我们 你这个以后发现 其他人的真实的需要是什么 建立他们自己的身份的关系 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到 约拿 对约拿来说 他因为一城有几百个月 他从来都没有去过 他还讨厌那些人 他有一个代号 他们就是杨树人 非常残暴的 有朝一日可能吞并我的土地 确实会吞并我的 但他可能没有接受这些 现在神还在一个船上 他还让那些船上的人 同生死的共患难 所以他在这里要学习的 他在真实的怀念当中 张力当中 把他人了解他人的需要 他知道 每个人你要护求的时候 我原来在中国 我老家大家知道 我是河南人 原来在工作的时候出差 出差的时候 在火车上 就会跟别人聊天 聊的时候 有些陌生人在别人 他就会说 拿来拿来怎么不好 最不好的就是河南人 他们多东西 小偷 他们到哪里 就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然后我就说 他开始不知道我是谁 我说 我是不是河南人啊 他说你不包括在内 我说我这么和他们不一样吗 他就笑起来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了 在他印象当中 河南人是一种群体 和他是没有关系 你知道吗 他就经说过 他们怎么样 人很多 造成的麻烦可能多一点 为什么他说 我不是这样的人呢 我不算在内藏 这因为和他有交流 他觉得我在哪里读书 上到大学 读了书工作 我在做什么工作 然后出差 回家里还有什么人 都聊了一些 我的性情 我的爱好 我可能还分享给他 我带了一些 鸭脚啊 什么鸡翅膀啊 吃货 他就觉得 你这个人不算的 河南人 那个招多大美之类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就真的在回想 这跟越南人很类似的 对于 对越南来说 那个宁宁卫人 就是那个河南人 可能是 一个族群的人吧 他跟他原来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感情的中国 而今天呢 船上的水手 相当于 那个旅客 和我发生了一些关系 虽然在火车上 只有十个小时左右 但是他了解 有足够多的一些信息 他也觉得 你也有你的增长 你有你的背景 你要从一个 这个地方生长 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 怎么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关系 是在一个经历体当中 共读了张力当中 建立起来 在举起的关系当中 你才可以把信息 有效地传达出来 就像葡萄会当中 上万人 你传讲一些信息 可能有些人 警告以后接受 但大部分人 其实都没有感觉了 因为你不知道 他是在心理精力的什么 现实的处境 让他关注的是什么 所以现在越南来看 我想越南 为什么要遭遇这个风暴 这个风暴是必须的 是也有的 让他看到 他头脑里 那群人是这样的 其实外邦人 他们也是有生活的 他有自己所关注的 有惧怕 那些水手 在关键的时候 也要寻求一个神 要解决他的困境 对我们来说 我们死者 也是这样 死者有的人群当中的 不是在信息当中 不是在经文当中的 你要拿到这些信息 在人群当中 在外地的地方 在你的社群当中 看到人的呼求 人的需要 软弱 也可以看到人的交话 和地方 然后我们才可以 把信息 真的感到深受的 分享给他们 我们到地人所生活的世界 以及约拿 所出的一个多元的时代 约拿这个时代 应该一定多元 一个船上 有很多神 各个水手 呼求自己的神 带着自己的文化 那现在我们死者的时代 活出时代的身份 其实也是很难的 如果说以往的时代 是一集体 种族 或者一个中族的概念 信仰 来建立个人的身份和保障 那今天当下的世界 就倡导力 展示个体的差异 来确定自己的身份 现在的世界 是什么时代呢 现在我们一般说 多元的时代 信仰多元 文化多元 但是实际 也是个身份 失误的时代 因为我们个人的感觉偏好 会不会升起 会不会时间 随着时间 变化不定的 有时候我在想 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时代 相比之前 到底是进过了 还是退过了 我不知道 原来和大家分享过 就拿现今 我们所创造的 关于性别 身份和性别表达 所谓的什么LGBTQ 现在 我就在想 它起来就是 我是谁的问题 我是不是谁 我是男还是女 我要怎么穿衣服 等话题 其实 就是一个小孩 从 可能五六年级 步入青春期的 一个典型的问题 是不是 我是谁 我每天要穿什么衣服 你说我们现在的时代是进过来的 最部分 原来都是正常的 你是个男孩 穿男孩衣服就行了 正常的上男厕所就行了 那现在这个时代 它会 创造个人主义 看到多元 其实 你看 我会晓得 所纠结的 还是个人身份的问题 所以到了我们这个时代 突然变成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谁的问题 那现在问题的认真便是 我们作为福音的使者 我们是不是愿意彰显 去持守 和显明自己身份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代也是 充满一个气息的时代 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 知道我们 作为基督徒 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了 很多人在纠结 从年少到年长的 都说我不知道是谁 他花了很多的精力 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作为基督徒的教会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谁的时候 其实这个世界 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因为很多人在寻找 也可恶 找到我自己是谁 从少年时期就开始问我是谁 从青少年叛逆期 以叛逆来代表 我一叛逆张强是谁 到中年为期的时候 我可能也是这样的 我一定是谁 我要活住 原来我想要的我是谁 我不过 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到年老的时候还这样 我就这样 所以人生的目的 我偶尔和尔活 是每个人思想的运气 我们作为神的使者 不但是彰显自己的身份 也是给别人自己的身份 刚刚我们看到有信息 做一个使命 还有做一个使者 同时呢 我们还不能离开什么 很重要 拆遣者 谁拆遣你呢 有人虽然拥有信息 也知道自己是谁 却忘记了自己的主人是谁 因为无论是信息指令 或者我们使者的身份定位 都取决于发号 司令的主人 发号 司令的主人 圣经当中很喜欢用风浪 大海翻腾等等 来描述 失控的人生的一个局面 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些水手 其实他们是失控的 他们没办法 他们竭尽全力 甚至情愿抛弃 船上了所有的汇中的货物 以至于控制那个货船保全性命 但是我们已经一世了 没办法 很显然 这些水手 常年可能在大海里 今天经常在大海里 有海浪是搏斗的 但他们不是这艘船的主人 虽然他们一早过 但是遇到风浪的时候 还是不听他们喜欢 约南是这个主人吗 约南看起来好像是主人 我风浪 任天风浪 我的船底就是沉睡 但约南也不是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了 会发现 这个地方 这些学生就问他 他们问他 我们当向你怎样行 使海浪平静了 然后后来他就说 你们叫我抬起来 放在海中 海就平静了 我知道你们遭遇到大风神 因为我的缘故 然后自己就竭力 滑船江 让他们传靠案去不能 那他们就祷告 他们求告 那个随手求告耶和华 耶和华 我们恳求你 不要因这人的心理 使我们死亡 后面一句话 因为你也要华 是随自己的意志 意志 行事 这就非常重要 这要点凌 谁是这个风浪的主人 谁是主人 我们看了那段经文的时候 发现这章描述 约拿在船里沉睡的经文 和约翰福音 新约福音 耶稣平静风浪的经理 非常相似 两个地方都在讲 船行驶在途中的时候 突然遇风暴 都描绘了船员们 惊光识错 心定控制船只 也都描述船上有一个人 睡得非常安稳 独自沉睡 结局都会引起 众人大大的敬畏神 但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所以越南不是耶稣 越南不是耶稣 他的沉睡 不是因为自己是风浪的主 而耶稣沉睡 是因为他是风浪的主 他沉睡 越南是因为他一样逃避 才变得冷漠无关 耶稣的船是在船上 他的船上承载的是他的门头 而越南的船上承载的是 外邦的水手 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他们最后都因为风浪 而认识的灰险耶和华 并和上帝领约 愿意继续伟生 服侍这位掌管 仓海的汉帝 是牵上手的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 风浪最终促使越南 回到他原本应该去的地方 这里 他们把他抛在海中 抛在海中之后 后来我们知道 一条大鱼面撑了他 后来又回到陆地上 把津平委屈 这里看到我们风浪 最终促使越南 回到他原本应该去的地方 那当我们谈论 我们的使命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也想我们的所谓是谁 我们自己的主人是谁 有很多人有自己的愿景 常常提的愿景 我们也都想着使命 但很多时候 他人的使命 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抛招 从来的 从神海的命令和抛招 我们生活当中 每个人每个阶段 有不同大大小小的任务 也有责任 孩子小的时候 没牙齦孩子 大的时候没其他的责任 但这些责任 往往都是来自他人的需要 别人的需要 我们去严格这个需要 成为我们的责任 我们个人有时候也有 各样的梦想 有抱负 但那时候很多自我们的出发点 希望越南 他可能只是奔赴 低低微城这个地方 看了一个不情愿的苦差事 不情愿 后来他去了一些不情愿 他同时呢 他复兴自己的民族 自己民族的这个报复和梦想 看成自己的责任 但这里可以看到 越南德德德信心 也是他的使命 是来自上帝的呼召 是神给他的 不是来自他人 也不是来自自己 是第三位高于你我的 这件书的主角 整个四章 不是越南 虽然写的是越南书 但是不是越南 而是神 这个书卷的开头和结尾 第一章第一节 一护华的话开始了 最后一章最后一节 也是使以神的话为结尾 所以都是以上帝的号为中心 所以神命令你越南两次 命令他两次 他也兴起风浪 安排了大渔 然后后边安排了一个闭马来阵 后边读的话 当太阳晒大的时候 一个碧麻正一 同时也安排一条虫子 把那个碧麻要坏掉 这里通通用了一个词 用安排 在安排就看了 这是掌管的意思吗 谁在掌管这个女人生 你的使命呢 是上帝 我们有很多选择 人生有很多选择 每天起来都有一个选择 吃什么东西就有一个选择 出去玩 照两条路也是个选择 在圣经当中 有一句话说 不是你选择了我 而是我选择了你们 是主耶稣选了我 这个多元化的一个时代 就是一个人的选择的权利 你选择而选择 为了选择而选择 成为多项 结果变得我们不知道 哪选择 就像派单店一样 我出来到北美 去到外餐店 不论是提摩包店 还是其他的地方 买饮料或者是买吃的 我一看 那服务员的锻炼得很好 你要这个吗 我要啊 你要加这个吗 加糖还是加不加糖呢 或者他很多选择 我觉得很烦啊 其实他会为了更好地服务你吗 不是的 不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你 因为这个时代 你选择戴天的偶像 觉得你有选择权利吗 你觉得你不得了 你是主人吗 其实你不是主人 所以我往往在快餐店里 我一搬过去指一下 比如说 不再多说了 至于英语表来有限啊 比如说 就说和其他人是一样的 和他那个人是一样的 就可以了 因为选择了半天 其实也不一定的 我说我喜欢喝了 喜欢吃了 我就看了一头片 我又认了 我选择好坏 我就认了 你发现你选择很多 其实选择 最后你得到了 你绝对做了主人 其实不是 不是可是你不需要 因为我们生活的主人 不是我们最终 最终还是上帝 做我们的主人 有一个困惑 很多基督徒经常 经常发出的一个问题 也是弟兄经常 常疑问的就是 我们离开教会的小组 团企这个群体 如何在其他地方 活生基督徒的使命 因为特别在加拿大 这个地方 我们在外面工作的机会 也很多 到其他城市的生活 机会也很多 特别说我们教育的留学生 他们有很多人 一大半都不会待在爱里面 毕业之后回国 到其他的城市 那他们幸福之后 他们有一个问题 我们离开 在这个教会 我们怎么办 不要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来活出 基督徒的使命 我们也知道很多人 你看一个 一个熟悉的团庆 到其他地方 一个失落 找不到 不要说 关心使命 自己的生命 就没法维持了 我们很想 作为教务 很想一简单的时候 你读军打个号 其实解决不了问题 明显也不够 我们有时不敢 或无意的教会的学生之外 传讲生命信息 也包括福音 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 神的主权 神在这世界的主权 他掌管人的心 掌管我们的心 掌管风浪 我们以为教会的氛围下 我们相处交流 就更容易接收 接纳 更容易开放 相比之下 世界 充满陷阱和危险 当然我们喜欢 在这个熟悉的环境 熟悉的环境 这些自然的 在神的家中 可能很开放 得对了 还容易被联合 到世界当中 你得对一个人 可能一辈子 别人为了原来 在神在家里面 相对来说 还是可以 容易接纳 包容我们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 觉得充满危险 我们不敢去做 也不敢去说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这世界 神圣经人说 是福在虚空之下 也和我们 一些收到中 一同劳苦叛息的 这是保罗 在宝老师我们说的 这个世界 和被造之后 一同负在虚空之下 也一同劳苦叹息 也等会 仰望得所得之者来到 这句话 不单是说 传福音了 也看到整个 收到这个社会 这个堕落世界当中 很多生命 不能信主于否 也是一同 一样的天气 一样的灾难 一样的情感问题 一样的增长 所以当我们作为神的使者的时候 我们知道 知道福音 知道有信息 有好消息 也要了解 人 所处的一种 把劲进入手 就像依依为了一样 我们怎么会想到 他们会轻易地悔改呢 在第三章里面 可以看到 他们一下子悔改了 你不敢想象的 从老到少好 而且看起来非常夸张的 非常过分的 为什么连动物 都要匹马盲徽呢 这是很难想象的 也不是人可以做得到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死的 最后有能力 能够掌管的 是上帝 是上帝 像刚才我们 在导播分享的时候 有姐妹 可能她有病痛 她对信仰呢 也有挣扎 也有很多搅扰 但是难道 会阻碍我们 继续 使那个怜悯的心 一个关怀的心 爱人的心去做梦 也不会 刚才我们说的 也诬蔑 我们就尽力 作为我们一个死者 死者不单单是法 也会化传出去 那些法 又活在他身上 也会化传出去 所以我们不知道 神会怎么地使用我们 越南也不知道 越南越被惊喜 越被吓了 那些人回来之后 他坐在那个城门口 他非常抑郁 非常抑郁的 难过的 各种复杂情绪都有的 他说我们不知道 神会怎么在我们身边上 做工 在别人的身边上做工 我们也不知道 但我们为人做的 知道谁是主的 我们不能长到自己的生命 没办法 只有神可以 让我们一起来 祝我们感谢你 能够今天下午 给我们这一个小时 左右的时间 可以来沿读你的话语 实在我们知道 神的话语 这活泼有功效 你在圣经当中 有很多的教训 有很多的事例 让我们看 让我们去听 但今天我们所讲到 共同的分享的 能够对我们的生命 有一点点的提醒 也要有一点的改变 我也要 给我们一个心智 当我愿意相信你的时候 又知道 在那一刻 我们也成为福音的使者 也给我们能力 也能够跨过 我们本人 个人的局限 不论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上 不论是我们情感上 能够走出去 能够了解 他人具体的需要 把福音 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来求你帮过 我们在第二个地方 在我们每个人 每个人的家庭 这个社区里面 祝你奇妙 改变的工作 主啊 你也拆开你的使者 不论是到这里来 还是出去 被你说使用 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主 耶稣救命 阿们